西娜是这个镇上很多男人的理想女神 然而 他莫名其妙地被一个长着猪头的男人吸引 但是猪头男仍然对他的感情漠不关心 每次他表达爱意 Poco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原来那个女人是他队友的妻子 当他的队友在那决定性的一天死于战争时 Poco也在现场 那时候他还是个普通人 和队友一起执行任务时 他们中了敌人的埋伏 他所有的战友都死了 只剩下Poco是唯一的幸存者 当他醒来时 他意识到飞艇停在一片云层上 天空中有一条长长的银河 那个星系有无数 这一回的飞艇更令人震惊 是他阵亡战友的飞艇所在地 飘向那银色的星系 看似美丽的风景 原来是地狱 这让他完全厌倦了战争 时间流逝 他回到了现实世界 但他已经从一个风度翩翩的飞行 变成一个长着猪头的男人 从那天起在Poco 隐居在一个偏僻的小岛上 并成为了一名赏金猎人 多亏了他非凡的飞行技巧 他的名声迅速增长 一天Poco收到了一个紧急订阅 关于一群空中海盗 他突然出现劫持了一艘游轮 他们不仅偷了相当数量的金币 还抓了一群孩子当人质 尽管在度假 Poco立即启动了他的红色飞艇 并走向混乱的大海 当游轮上的人 发现了Poco的到来 他们欢呼着组成了一支箭 指出方向 海盗逃离的地方 然而在那一刻 飞艇突然出现故障 差点掉进海里 飞艇的引擎不停地漏油 但Poco时间紧迫 停下来修理他 他一点也不知道 这些孩子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甚至比他自己的还要强大 他们在整个旅途中争吵吵闹 不给空中海盗们片刻安宁 然后Poco出现在他的飞艇里 并直接摧毁了飞机的引擎 空中海盗 对孩子们的打扰感到沮丧 一击都打不到 Poco又一次俯冲 粉碎了飞机的尾部 空中海盗被迫在公海上登陆 并随后举起白旗 表示他们愿意投降 至少 他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麻烦的孩子 Poco继续消灭了另一对空中海盗 激怒了其他人 作为回忆 他们专门雇了一个叫Kurtis 美国飞行员 但是要对付Poco 尽管科蒂斯的挑衅 Poco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相反他去修理自己的飞艇 与此同时 空中海盗 看到Poco对Kurtis冷漠 决定在地中海袭击女王 他们打算再次激怒Poco Poco出来 他们大喊大叫 但科蒂斯仍然不为所动 他去了银行 据说他多年积累的积蓄 收拾行李 准备去米兰修理他的飞艇 在旅途中 Poco突然中了埋伏 美国飞行员科蒂斯 Poco的飞艇状况迅速恶化 科蒂斯利用了这一局面 随毁Poco飞机的引擎 幸运的是 前方出现了一片厚厚的白云 挡住了科蒂斯的视线 让Poco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科蒂斯不肯离开 因为他想证明他打败了Poco 他必须带回一些证据 他相信 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法 比红色飞艇的残骸还要多 与此同时 Poco在附近的格罗夫避难 他的飞艇完全无法修复 在Poco的唐宁成为头条新闻后不久 每个人都在谈论Poco的失败 Poco发现了一艘 把他破旧的飞艇运到米兰 他向他的老朋友寻求帮助 让他惊讶的短笛修理店 修理工作委托给一个叫西奥的女孩 短笛的孙女 尽管短笛保证 西奥的非凡能力 波科仍然持怀疑态度 西奥 谁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大胆进屋许下诺言 如果他不能修好飞艇 他不会收一分钱 然后他谈到了Poco过去的成就 很明显他是Poco的粉丝 最终Poco同意让西奥修理飞艇 第二天Poco来找飞用 发现他通宵工作 设计一套高质量的机翼蓝图 解决了飞艇以前的缺点 Poco终于承认了Dio的能力 但他有一个条件 他又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 然而Poco面临着新的麻烦 招聘维修工人时 只有家庭主妇甚至祖母出现 幸运的是 这些兼职女工被证明是勤奋的 他们的修理工作不称职 安装在飞艇上的新影机 让Poco诚实信心 因为他拥有比以前大得多的力量 在空闲时间 波科会见了他以前的同志 传达了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 Poco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目标 想要抓住他西叶也被跟踪了 因为他参与了飞艇的改装 幸好Poco的驾驶技术 让他摆脱了追兵 无论多么多 神秘的人仍然到达工厂附近 修复工作完成后 Poco准备立即出发 没想到既有坚持又加入他 声称Poco欠他修理费 并且坚决要赔他 Poco勉强同意了 Poco与Fu一起 然而在飞艇上出发 Poco以前的战友追上了他们 并通知他们有一群空军 准备包围他们 有了这些信息 Poco成功避开包围圈 并返回地中海 与此同时 美国飞行员 Kurt承认了他对Gina的爱 他邀请吉娜和他一起去 吉娜拒绝了他 然后他说那个男人一定会来找他 他在别墅等他 就在那时 吉娜听到飞艇靠近的声音 联盟出去调查 让他高兴的是Poco回家了 然而Poco只是简单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转身离 Poco把飞游带到了他的秘密地 他们一卸下行李 一群人从帐篷里出来 他们原来是一群空中海盗 想要拆毁Poco的飞艇 西奥很生气 他对空中海盗的懦弱大吼大叫 他们的飞行技术不如Poco的 空中海盗似乎不敢得罪这位天才 机械师 但在那一刻 格蒂斯一看到西奥就出现了 他立刻被他迷住了 并决定再次挑战Poco 他的条件是如果他赢了 西奥必须嫁给他 但如果他失去了 格蒂斯就会还清Poco的债务 一群人离开后 朱最初是想骂西奥自作主张 但当他看到他在恐惧中颤抖 他意识到他一直表现得很勇敢 那天晚上 他坚持让西奥在睡袋里休息 而他在海滩上放哨 西奥在他之前看着播客 突然有种想进他的冲动 他想起了一个关于公主亲吻青蛙的故事 把他变成王子并想测试 如果他能把Poco变回人类 然而Poco称他为傻瓜 一个人的出吻是留给最重要的人的 第二天 Poco和Cort三排的消息吸引了大量观众 当裁判扔炸弹时表示比赛开始 两艘飞艇同时冲出 在天空中激战 他们继续战斗 即使子弹用完了 开始互相扔半手 清空机舱里的一切 他们俩都不肯让步 最终他们决定回到盆地水槽 从他们的飞艇上跳下来算账 用拳头 他们一直战斗到两人都倒下 第一个站起来的人就是鹰家 就在那时吉恩到了 驾驶飞艇 表示空军已经在路上了 他劝大家赶紧逃 Gina随后到达了他们决斗的地点 突然 Poco最终胜利地浮出水面 然后Cortes拿出他的金币 还清了Poco的巨额维修账单 离开前西奥吻了波科 然后奇迹般的 他变回了人类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 一艘红色飞艇飞向蜀山庄